请你朋友吃一份印度爆汁通心粉 吃完这份夜宵 走得快如奥德标 正所谓人无完人 只要经过印度美食的洗礼 你就能深刻的理解 和叫人无人完 夜色下的街头 冒着一缕星火 靠近一看 早知道不靠近了 网包将元素老锅中加入印度三宝丁 经营剔透的通心粉 洒入马沙拉 自然 辣椒粉 应该可食用盐 一泡番茄酱 锅中的食材与灶台融为一体 在夜色烘托下更加暗沉 老板看不见 全靠惊艳做菜 顾客看不清 全靠八字锅印 对着锅中食材不断翻炒 锅表面的包将随之脱落 逝去的味道突然攻击路人的嗅觉 如果你路过最好别犹豫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很快通心粉展现出包将的色泽 没想到锅产也是一个颜色 真是爱穿情侣装的肠道三剑克 继续加入奶油 还有一坨鲜红辣椒酱 奶油搭辣椒 边走边飙 甜辣搭配飙的更累 用有锈锅产不断翻炒 锅中食材逐渐展现出浪漫的黄色色泽 顺滑粘稠的枝叶 让通心粉消失在黑夜 从此印度这块土地 再也没有干净的通心粉了 继续加入生命源泉 增加食材的可食用性 锅中的食材 如同流星的月亮 与月光摇相呼应 顾客站在一旁 眼前明月光疑似地上脏 举头望明月低头拉骨当 可能你觉得这是一道印度本土美食 其实这在印度叫意大利面 意大利人知道十分没面 其抛弃了意大利面的做法 也抛弃了面的食材 取其菜名 取其精华 煮两分半钟后出锅 看着食材蠢蠢欲动的模样 我也有了约约欲试的冲动 网通心粉表面挂入一层之势 便可以出售 吃完这份通心粉 没有睡不着的觉 只有漫漫长夜 请你朋友吃一份抹布馅饼 体会全身舒畅的感觉 暗黄如泥的内馅 与抹布一色的面皮 元素爆表的锅底 还有三节手臂的盐分赠余 造就了这份独特的印度抹布馅饼 先用高压锅熬煮一锅鹰嘴豆 熬煮至其软烂到出盘中备用 在一块紫白相间的床单上 将糖块敲碎 床单本身不是渐变的 只是用来干的事情多了 也就变色 敲碎的糖块与鹰嘴豆混合一起 用勺子边搅拌边熬煮 锅中逐渐呈现出稀释的状态 味道甜中带些臭气 如果不吃的话 还是很好吃的 将其装出露盘中 用铲子研磨碾碎 鹰嘴豆便会变成烂泥 落入底下的大锅中 一坨坨甜味鹰嘴豆泥 便制作完成 取出面团不断拉着 此面团与盘中抹布颜色一致 味道相似 不仅能吃 还能用来擦手 经过阿姐的双手努力 一块块抹布色的面团 便制作完成 倒扣一口大锅点着柴火 这种用锅底制作的美食 看上去就有让人眼前一黑的感觉 阿姐将面团放在盘底擀平 随后将鹰嘴豆泥摆上去 大盘也带上了一丝暗黄 不知道是鹰嘴豆的赠予 还是有其他的来源 反正都不是能吃的玩意 将另外一张面皮摆上去 继续按揉几下 随后便可以张开 看着这张馅饼 在阿姐的两个手臂之间来回跳舞 阿姐的手越来越干净 脱毛衣一次没用过也很干净 抹布馅饼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黄 将其摆在倒扣的大锅上 来回翻转烹饪两分半钟 一张美味的抹布馅饼就制作完成 黄表面淋上糖浆 撕开馅饼后 暗黄的内线让人垂涎三尺 吃完绝地三尺睡之 印度美食总是给人出使的感觉 既能使灵魂受到冲击 又能让肉体遭受暴击 如果将食物定义为吃进口的物品 那印度美食就像人体出口的产品 你若不吃可请你好友吃 先往锅中加入92号芝麻油 洒入自然增香 倒入番茄蔬菜混合物 小店挂着创始人的黑白肖像 老板却当着祖宗的面 把锅擦得如此干净 多少有些违背祖讯 继续往锅中倒入青椒丁 刺激顾客栏尾 倒入袋装青菜 下足血粉 洒入几把姜黄粉给食材上色 加入一袋植物油 一大袋黑马沙拉 辣椒面 应该可食用盐吧 印度不仅是香料的天堂 还是食客的修炼场 吃的习惯养成三高 吃不习惯入土为安 在没有加一滴水的情况下 锅中食材居然煮成一滩烂泥 虽然烂泥浮不上墙 却能给墙一些颜色 看食材与墙体如出一辙的色泽 似乎映射出吃完后的喷射场景 往锅中倒入带着黑斑的土豆 你以为能吃上固体的食物 那可是大错特错 老板取出降魔杵 开始对土豆一顿输出 锅中食材颜色一换 变成暗黄的土豆泥 只见老板不断旋转手中法剂 筑起了一个圆形坑位 往锅中心加入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黄油 滋入一袋植物油 吃饭前老板往锅中加油 吃饭后 老板在病床边给顾客喊加油 往中间的水坑中加入蒜蓉酱 辣椒粉 将黄粉 加的挺适量 最后加入几把香菜 用勺子不断搅拌 没有添加黑色的物质 却展现出漆黑的色泽 这才是黑暗料理的终极奥义 此时将坑位的城墙拆下 与汤汁混合一起 继续往锅中滋入一泡酸奶 黑白黄三色齐聚一堂 看似是老板的自作主张 其实老板只是黑白无常聘用的中间商 将所有食材在锅中搅拌混合 变成一锅黄色的泥浆 打开一个口子 将中间的食材出锅 便可以请你朋友品尝一口 就能让你菊花绽放 如果你的好朋友 最近老是方便的不太方便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请他吃一份 印度的超通便爆枝米花 看似是爆米花 吃完则是爆菊花 如果说中国是美食的天花板 那么印度就是美食的地板砖 吃完不仅能够让你的脾胃 被搅得地腐天翻 还能让你止不住地往锅房里钻 只见小哥将塑料袋轻轻一提 一大坨芬芳的食物从袋中脱离 此刻盆中的化学元素迅速云集 食客们的裤裆也逐渐百感交集 营养不够污垢来凑 小哥此刻往食物中随机加入纸尖拟购 为顾客设定今日大乐透 顾客吃完也必将在茅房食指紧扣 接着小哥手切一把香菜叶 然后倒入手盐以及祖传老抽调味 味道酸爽开胃 贴心为顾客们调理不通畅的肠胃 吃完拉出来的肯定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伴随着两把刀具的不停摩擦 空气中铁元素的含量也在不断增加 这是否是在预示着食客们吃完局部位置 要拉出电火花 老哥为了避免浪费 处理从垃圾桶捡来的洋葱碎 用破伤风小刀切好预备 顺便将手套也腌制入味 接着小哥对蔬菜进行大屠杀 首先拿出一根青瓜和刀刃进行充分的摩擦 为案板进行黄色包姜印刷 接着小哥娴熟且快速地将番茄切碎 此刻案板上沾满了美味的番茄汁 塑料手套也变得越来越鲜美多汁 吃下即可激活肠胃的淋巴组织 随后再来点未成年青椒 用刀切掉青椒的神经末梢 吃完不仅立马血糖升高 还能让局部洞口处变得风急浪高 最后小哥将食物放进塑料袋中西式 这独特的盛装方式 让顾客忍不住想尝试 体会什么叫试试就试试 此刻这道美味的爆纸米花散发着无尽芬芳 同时还夹杂着爆纸的油墨香 吃了它虽然不能让你外受无价 但绝对可以让你拉出一泡泡鲜叶穷浆 如果你的老六朋友爱喝果汁 那么你一定要在这炎炎夏日 请他喝一杯印度街边的窜息西瓜汁 喝完让他立马感受来自裤裆的水土流失 最后在茅房里喷射出百万雄师 老哥多年凭借这份窜息西瓜汁营养套餐 常年霸榜当地窜息冷饮美食榜单 这里是印度裤都拉穿市区 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一探小哥的果汁小探 老哥首先用破伤风小刀将西瓜分饰 墨绿的西瓜随即在桌面保持 老哥的手指向顾客诉说着自家的话 就好似那玉树穷枝 让顾客放心购买好子为之 老哥接着将西瓜切入可锈钢盆里 盆中鲜红的色彩无与伦比 过往行人批评老哥手都没洗 老哥却说你什么都懂 最后只会害了你 随后老哥将过期牛奶倒入盆中 牛奶包装纸此刻也掉落盆中 为顾客增加额外不需要的营养补充 贴心为顾客敲响明早准时入侧的丧众 老哥可能是咸西瓜颜色还不够鲜亮 让一旁的助手对色素进行投放 红色色素此刻在勺中荡漾 最后全部加入盆中 看得食客们神魂荡漾 印度食材的制作讲究公开透明 老哥倒入添加剂的动作依旧不停 助手自信说道 我这配料百事百灵 顾客喝完毕竟在茅房里喷射不停 接着再倒入牛奶和一桶三十年老油 盆中的液体逐渐开始粘稠 顾客喝完毕竟紧闭双眸 感受一把裤裆的稀如洪流 小哥接着用勺子在盆中缓慢搅拌 盆中的姨妈色泡沫不停弥漫 不断挑战顾客心理防线 主打的就是一个难喝还看得见 这杯美味的窜息西瓜汁 虽然物美价廉 只是搭配上了老哥的手颜 这田中肯定要带点咸 顾客喝完后必将在茅房叫苦连连 印度正式迎来超级高温 为了不让自己在烈日中昏倒 人们纷纷走上街头 寻找能让自己提前躺平的料理 以心静自然凉的姿态度过难熬的剩下 老哥经营的是老酸奶 刚刚来到小摊面前 人们就感受到一股微风起来 蜜蜂不丁无缝的淡 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凉爽 在顾客上火的心头撬开缝隙 解放呼之欲出的心灵 往里怪书凉气 老哥正在处理奶皮 将纱布放于白色清水中洗刷 挤压乳酪出汁 由助手放于纸张中包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不太连贯 除了天气炎热造成的相机卡顿 还因为信息量较多 导致画面处理时出现了较多棒 让眼前的景象显得相当复杂 好在浏览视频并不会中毒 大家可以放心观看 如有辣眼情况 请注意心理排查 捏干的乳酪将作为酸奶中的小料 增加食用趣味 如果非得从饮料中嚼出点什么东西 这种口感更加细腻的蛋白质不会爆浆 更不会和心生怀疑 同事街头小吃 老板比其他同行更加节俭 不会轻易浪费食材 桌上洒落的酸奶 都会被他一掌刮回桶中 时刻并不会反感这种操作 相反 他们自己也想参与到制作中来 用长山下摆为老板擦拭悲剧 带走一身奶味 留下一身体香 这类酸奶小吃 在南亚十分常见 做法也基本换汤不换药 保留着极强的不良反应 但这位小哥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 他的奶酪不仅可以搭配酸奶 还可以蘸糖甘吃 这个方式比较新颖 他会亲自向顾客示范吃法 吃完涮涮手指 接过顾客喝完的万人杯 没于洗手池中浸泡冲洗 重新放回锅盖上 环境有些简陋 但真要说哪里有问题 也绝对不在小哥这里 问题通常都出现在顾客身上 小哥只是负责制作 负责找灵 是顾客非得抓抓内裤 东蹭西摸 反而是小哥懂得擦净双手 注重个人卫生 延延下季 在各位酸奶师傅的点缀下 街头出现一抹抹湿润的黑影 为人们带去一丝丝清凉的蒸气 远方传来警笛呼啸 在救护车的及时穿梭中 微微接风在人们耳旁 更加流动清爽下 最后加入新鲜恒河水 用包浆棍开始搅拌 搅拌的动作正是为了提升 恒河一生军群的含量 让酸奶的口感更加细腻 帮助肠道排挤 搅拌均匀后 酸奶汽水就做好了 取来万人杯 再敲一块冰块加进去 该有的喷射动作肯定会有 这个过程就像人的消化过程一样 你吃进去经过肠胃搅拌喷射而出 在精准落入坑中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洪一小哥更表示 这玩意儿有安气 我才不要 你朋友喝完肯定会笑 路过吃份快餐 以为走进了撒哈拉沙漠的戈壁滩 曾经一度以为 撼测这个词是凭空捏造 直到看见了印度美食 原来是我付钱了 如果你朋友爱吃美食 不妨请他来吃一份 感受一下戈壁滩上的西域风景 老哥经营的是一家快餐店 店铺采用的是战损版的装修风格 让懂生活的朋友也能有好的用餐环境 往主食中放入各种调料之后 再用手进行制简 触碰一下食客的逆临 不能接受的自然会离开 能接受的则会荣获热血儿女的称号 接下来一周在床位过上42度的滚烫人生 将料理充分搅拌 保持卫生 擦擦全锈钢过变 这是当地厨师的传统 总得在烹饪过程中做点什么 才能让食客在单排放空时 能欣赏到烟花建设的表演 取出脆饼 涂抹一层料理 直接丢到整洁的桌面上 各种如出一折的做菜过程 让普通人也能做超级英雄 成为在粪坑上的喷射战士 而旁边的助手 则立马将桌上的美食摆回盘中 良心企业 宁愿增加工作步骤 也要让食客体验 加料不加价的活动 待备好料就可以撤走全锈钢锅 从桌上的摆盘情况来看 生意很火爆 这种成为战士的方式 认可度很高 往里加入汤汁 随意撒上马沙拉 盐巴 绿化袋 不必担心撒脱的手法 会浪费调料 散落在桌面的残余 必定会在烹饪过程中 流入到下一批食客的口中 绿植的加入 让戈壁摊有了些许生机 让你挑食的朋友 对即将到口的美食 有了些许盘头 如果你朋友不好好吃饭 赶紧艾特他来吃一份吧 感谢观看